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周老师是很有生活智慧的 对 那他认为说要有私房钱 然后要掌控家中财务 这些事你都有做到吗 我有私房钱 但我没有办法掌握家中财务 他只做一半而已 老公知道你有私房钱 今天讲了他就知道 以前上播他老住很多 跟我小先讲出来 你会想掌控家中财务吗 其实不会想 因为我觉得我会希望说 我可以掌握的人 是可以把钱变得更多的人 但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就觉得就让我先去做 而且这样我还可以盯他 就是目前家里面的状况 掌控家中的财务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是这个家中是日不付出 这个不要掌控 掌控电动 自己下去找钱 对 一种状况就是说老公很会赚 但是他很会惊骚趴杀 那个还要 就是那个叫金钱的滚动什么都还要 还要他去做那个调整 那就不要去 你就不要去掌控 好了 一种是老公是吃头肉 赚固定的 也不会有什么支出的 那个掌控没关系 那个真的要掌控 不然你到时候他不晓得用到哪里去 你会有作为一个女性会有那种担心说 哪一天发生净身出乎的事吗 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 对这世间其实是不会想到 我猜花太太搞不好以前也没有想过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女人会想这个 父亲的势力的权位这么大 他怎么会想说会有这一天 对 可是他就是发生了 对 所以我就说 其实在我们在婚姻里面 跟在爱情里面 你有失望钱吗 不是 我没有失望钱 我的钱都是用的 都是拿出来公用 家里公用 那家里的财务你控制吗 我控制 控制这也没什么用 为什么 就是你要去赚钱 他去赚钱的人 那个刚刚要讲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觉得 爱情是天长地久 可是爱情有一个最大的变数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是会变的 通常不是变好 大部分都是变坏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心里想 就是我跟他就是天长地久了 所以我要完全信任他 这是错误的 要百分之七十的信任就可以了 百分之三十要考察他 就是一定要私下考察 你会问说 事到眼前的才说 我已经被晋升出户了 那怎么考察 就我觉得他有什么蛛丝马迹 你要看在园里 你不是要真的说 真的打电话去订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 哪些事是蛛丝马迹 譬如说他的 譬如我们有一位朋友的先生 半年内捡了十公斤 变好帅 衣服全部要做 太太就开始有警觉了 果然是有 因为有人嫌他胖 他希望吸引更年轻 可是有时候很快瘦十公斤也是一种癌症的病病 所以你要去考察 對 我觉得 他变要漂亮 男人要漂亮 开始注意穿茶 有时候晚上会跟你说 他加班加班 这种事情很多 像我们举一个例子 即使在婚约快要举行或婚约其中 爱情也会发生很大的变故 我们有一个跟同事是 他们是以前以前的同事 然后在就因为同事的关系 就大家觉得互相个性都很好 就开始相爱 相爱以后他们就在分开到不同的公司去上班 那么在第六年的时候决定 就是同居在第五年的时候年底开始同居 然后两人决定说 就是要以结婚为对 为那个时程这样进行 所以订婚完了以后 三四个月以后就结婚 那么他们就住在一起 所以他的所有的行程他都知道 然后他早上会用摩托车去载太太 就载太太先去上班 然后转到自己的公司上班 然后晚上如果说两个一起上班的话 他就会去接他 那么就这样两个都一直觉得 太太一直觉得很稳定 就因为我们已经订婚 那么就开始在准备结婚很多事情 洗饼礼服什么一大堆 可是有一天早上 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 离婚礼已经很近了 然后他就觉得他先生说 那我今天我要帮同事拿一样东西 我要先走 他说等一下嘛 我眉毛剩一只还被换一分钟就好了 他连一分钟都不等 他说不行我已经迟了 摩托车就起出去 他太太觉得这个是很怪怪的 他马上又看一种软体 我不知道那什么国际软体 就会跟踪的 那是新的定位软体 他就看到他现在一直走 照原路走 就往公司的方向走 到中间停到一个早餐店 拿了早餐 然后直接到公司去 他很快的 那种第六感就觉得说 应该是带了点心去给他新爱的新欢 新爱的新欢 同一个公司里面 他进公司去了 而且他说很急 所以一定是要跟他一起吃早餐 然后他就这个太太当然很伤心 因为发现他现在有这样的举动 他马上就是判定 这应该是有新的女朋友 所以他就想说怎么办 婚礼剩十四天 爱想吗 那一天下班以后 就跟那个同居人说 跟他未婚夫说 我们今天晚上到外面吃饭 我们来谈一谈 他现在大概也知道 早上那个举动 大概也引起什么 就谈了结果 他直接老当说 我们今天 我们也没多少时间了 因为婚礼马上要举行的 就剩隔离的时间了 两个礼拜 所以说他跟他说 我就直问你就直答 你是不是有另外的一个 新的女朋友 他说对 他说你很爱她吗 她说很爱 这句话就很伤太太的 就是准太太的心 然后她说 你为什么今天那么匆忙 就是你可以隐瞒我 你看你要怎么做 或者你可以跟我说 我们的婚礼就不要举行了 不要等到十一天让我发现 然后上不上下不下不下怎么办 那你现在是打算怎么办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急 早餐是那么重要 你们不是每天都 这半年你们都每天吃早餐 那为什么这个早餐那么重要 他说因为我昨天跟他讲说 我要结婚了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决意 因为他不肯做小三嘛 所以我们就决意说 那我们暂时分手 看看这个婚姻怎么样 再看要回头来还是要这样 是有留后部的喔 所以呢 她说 所以我现在每次 现在每次跟她吃的早餐 都是非常珍贵的 是非常珍贵的 我不能浪费一天 但是跟你又结婚就走入日常 就是这句话上的太太 后来呢 后来廖老师他们有结婚吗 有结婚 然后他们还考虑说 那个洗衣帖不是移花出去吗 再追加一份那个信 就是说 我这个婚姻举行过了 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之前分手了 本来想写这样子啦 但后来这个就变成 那个男的就说 她愿意结婚啦 那你愿意结婚 那我说 那个太太就说 那你那边会断吗 她说如果我们过得好 我当然会断 我们现在是断的 结断啦 只有不好 我才可能会去找她 我们身为男人的 我都不相信 有什么可能 我不是听男人说法 对 所以她还是结了 但是她决定说 如果结婚怎么样 她就离 那我说你为什么干脆不离 她说这样就说 她爸爸觉得说 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 然后 然后你那个餐厅什么都弄 重点是那个晚上 他们婚礼 证婚人还是讲说 他们会白头偕老 对 会找真贵子 那请教Vivi 因为廖老师刚刚讲说 婚姻是要考察的 对 七十趴相信她 三十趴要考察 对 你有没有考察 我那时候没有考察 我就是完全被爱 窮户的代表 对 那结婚之后有考察吗 结婚之后也还好 因为我就是很放心 对 因为我不希望自己 因为自己很多的疑心病 然后变两个人关系 都处于一个不信任的状态 这样 所以我就是想说 那因为我先 其实目前 有可能神经比较大 目前还没有看到什么蛛丝马鸡这样子 通常我们觉得婚姻之中不是说一定要疑心 不是要一直怀疑 就是把他假设说你会去交小三 或是说你会去找小王 不是这样子 但是婚姻之间应该要有自己的一个叫做退场机制 应该讲说你一定要留个后路 那留个后路 就是说像以前的女生都是因为没工作 不会没有工作 经济不独立 经济不独立 那就会很惨 对 那现在大家都经济独立 所以有些时候经济上面也不要搞在一起 有时候并不是一定说是小三或是小王 说不定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有的中间男朋友外交 或是男朋友做股票 这个都会让你们以后的整个婚姻会 产生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所以你在经济上面 一定要留有后路 这就是现在婚姻一定要把 就让自己有一个退场机制 那如果说你不用退场 那恭喜了 大家都很高兴 因为那个就多出来 他后次你买房子也比较好 对不对 如果说真的有需要退场的时候 你就不会那么惨 周老师讲的不无道理 因为我身边是有朋友 就是说他贪的钱 整个都交给太太 他平常都没在管 就是每天工作工作工作 然后有一天这个说我们存的钱 现在房地产可能来买一栋 他太太说我们家都没有钱 那钱呢 他算股票都了了了 真的有可能 他平常都不知道他太太在玩股票 他真正要跟他要钱的时候 他说赔光了 这个金钱很多 然后他说我已经要退休了 你告诉我现在没钱 就是说彼此有时候真的要互相 也要了解跟关心对方 是的 周老师你也认为婆婆难当 对啊 有时候真的婆婆也很难当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 因为他的儿子的就是他的媳妇 媳妇就是他们儿子的长上司 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先想说 反正他那时候他们这个媳妇也是一间房子 结果他就要帮来跟他们做会大 做会大想说这媳妇吃一碗 就每天再去就是什么都用中餐 那个叫中餐就是我们这样说 母的到某菜到某材 但是他又觉得说 他说每天又有种种肉 结果有一天说要叫他说 你要吃一个補充好生 很生气 意思说要生 你要自己去生 你当初怎么不可以多生一下 就不用叫我们生 结果就要帮去回到他们 原本的房子 结果他帮去后 更可可怜的就是他儿子也跟着班 所以有时候媳妇 他要吃中餐就给他中餐 他要吃西餐就西餐 结果对他很好 结果到某材也是这样 他不帮你生就是不帮你生 有时候真的是婆婆难做 你觉得你肯要做什么 我肯要做到 凌云 凌云 凌云